因为马晓光他之前是说 2022年台海局势会进一步的严峻 那您预判 就是2022年台海局势会 进一步严峻到什么程度呢 哎呀 台海有问题 我同意马晓光先生这个判断 他有几个因素 会导致两岸关系更严峻化 一个就是台湾选举 今天下半年 台湾有那个叫县市长选举 有时候我看到媒体把它叫九合一选举 台湾这个鬼地方就是这样 他一选举他就要炒作那个统突话题 对不对 所以这就对两岸关系不利 另外呢 我估计今年中美关系不好 因为也跟选举有关 咱们国家呢 今年下半年要开二十大 二十大其实也是选举 高层选举 那美国呢 现在今年要进行那个中期选举 就是国会要选举啊 所以这两个选举呢 都会凸显自己的价值观 知道吧 哇 我是民主价值观 我们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可能 就是新加的一个因素 今年中美关系不好呢 原因在这儿 就是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现在有一点困难 那美国一定是信心大涨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合在一块的结果是什么呢 中美关系也不好 反正今年小两岸 因为台湾九合一选举不好 大两岸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合在一块呢 反正今年这个 哎呀 怎么说呢 这个两岸的关系是不乐观吧 再加上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 都在搞这个国际化 国际化的结果就是很多 第三方啊 原来跟他关系不大 现在也越来越参与台湾问题 又把形式再搞得复杂一点 哎呀 对大陆来讲呢 首先还是保持定力吧 因为这两 这个三方游戏里面啊 这个应该讲这个发展势头 还是我们最好 而且经过多年的努力吧 我们现在的综合国力啊 已经能够反击台独了 这个就如果比如台独当局 做得太过分 还有美国做得太过分 这个我们是可以采取断然措施的 就是我们的国家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 科学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就是达到这个程度了 如果发生冲突 我们今天就能赢 我们有这个底气了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的主导力是比较好的 这个所以我们应该有底气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冷静 不要随风起舞吧 这个跟着他的那个那个指挥棒跳 不能这样 我妈呢我们的节奏去做 不能被他牵得走 所以这是一个就整个政策节奏啊 我们来定啊 第二个当然还是好好搞家里的事嘛 是吧 今年首先二十大要开好 然后经济一定要好好搞 这个当然疫情也好好应对 这就很难了 是吧 然后其他长期的 比如说国家能力建设啊 法制啊 透明化呀 技术提升啊 也都都好好去做 这个 所以这是战略层面 保持战略定力 做好家里的事啊 当然其他方面 对美国台湾的一些举动 也要见招才招 是吧 也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行 我不随 随他的五点起舞 这是一方面 但也不能无动于衷